猜一看為什麼 控爺兒之後呢 要在爺兒的四周灑水呢 好,現在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那你幹嘛把答案講出來 好,但是記得上面不要噴 不要灑水 不然剛好不容易 控爺兒木炭 讓這些土塊的熱氣啊 要來燜熟我們的食物 就因為我們灑了 灑了水在上面之後 就沒有把整個熱氣瞬間都 減少了 好,接下來我們就要時間快轉 兩個小時 燜兩個小時 來看看剛剛放下去的 韓吉 蚵仔 跟 馬鈴薯 最後有沒有成功呢 什麼啊 天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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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